ichting 哇 裡面滿滿多是限量 就是夾了這個顏家油 你在攪多久 大概 25分厨 這是攪成個面皮 這樣就可以的 水油皮與油漬的比例 1事各便宜的比例 梓比皮都有 它裡面是滷肉裡面是馬鼠 在裡面裡整個是蛋黃 肉中 包豆沙 包 馬鼠 拖蛋黄 整个自转向掉了 对 这成本很好 一个多多 一个再来70克 我们白米园的话实冲了19300年 传实到现在已经就是第四代 最早是我老板 书工 可能就是在走街创项啊 就是挑个大的去卖饼 最早一家店在这个南公园这边 现在整个湖州有几家店 现在湖州有20万家 这一天要多少个 多的时候一天两三万个 平均一天最少都有一万多一万 这刷了蛋液 要刷两面 蛋黄 蛋白米刷上去 它这个光泼度是不够的 先刷一遍 让干完之后再刷第二遍 这样烤出来它光泼度就会更好 刷第二遍了 蛋黄刷两次的 确保它这个烤出来之后 表面更有光泼度 发生片 发生本它烤出来也是挺香的 素鲜的 但另外一个问题 也算是一个装饰的 不然整个饼烤出来光凸凸的 一能提高颜值 二能增加口感 后来烤了久 这个烤也要20分钟 酥类的东西都要烤这么久 帝王酥一层 肉酥一层 红豆一层 麻薯蛋黄酥 五种口味的 相比常规的蛋黄酥 它的类现在更丰富 帝王酥这款确确实实的 听名字好霸气 比一口腰牌确实是很霸气 因为里面的馅料足够的分量 而且也有足够的数量 这个叫做帝王酥 这些包装很适合送你 我们来猜开看一下 这一盒9个包装 这包装很像块小月饼 上面这一片片 它这个是花生片 颜色比较黄的 这个是蛋液 这边就是那个饼皮 这皮很酥啊 哇 里面满满都是馅料 它叫帝王酥 这个名字很霸气 就里面馅料也很霸气 它白色这个是麻薯 这个偏红色这个是豆沙 最外面是饼皮 整个加饼皮有五成五种味道 试吃一下 哇这咬下去看它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 能咬到那个麻薯的Q糖感 红豆沙的绵密感 蛋黄的咸鲜感 肉层也是吃起来能咬到实在的肉鲜味 饼皮吃起来很酥鲜 还能吃到一点淡淡的辣 不是很辣 它这个叫帝王酥 其实它就是蛋黄酥的基础上升级改年版本的 我个人很喜欢吃 大家喜欢可以自尝一下 层次感非常丰富 吃起来很饱满 那这些有点多我就慢慢吃了 我们这期视频欢迎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